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在医院治疗中 最早公布武汉肺炎的八君子之一的李文亮医生 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医治无效 于2月6日晚间在武汉中心医院去世 他年仅34岁 留下妻子和5岁的孩子 李文亮开始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 没有和家人隔离 后来李文亮的父母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并被送进了医院 至于先前网上传言 李文亮的老婆正在怀孕中 也上人工费恐怕不行了 不过随后有媒体报道 李文亮的妻子人在湖北老家 健康没有问题 李文亮消息传出后 网络上到处都是哀叹 愤怒 和对当局掩盖起疫情的问责 反弹力度之大 让中共始料未及 李文亮医生去世和李文亮去世 一度高居微博话题榜前两名 为了管制舆论 官方除了大量删文 拉低李文亮消息在热搜的排名 社媒更传出中共宣传部的指示 要求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 李文亮医生去世一事 要严格规范稿员 严禁使用自媒体稿件 擅自报道 不得谈川普不评论 不炒作 互动环节 稳妥控制热度 不设话题 逐步撤出热搜 严管有害信息 更夸张的是 院方甚至在李文亮心跳停止 20分钟后进行插管 上了人工费 进行象征性的抢救 目的是为了平息亿万网民的愤怒 被斥责政治性抢救和作秀 正在中国肆虐的新冠病毒 已经导致至少3万人患病 并让中国的大部分地方 几乎陷入停顿 观察人士担心 美中两国最近签署的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很可能也成为 这次疫情的受害者 还有人认为 这个病毒正是在给 美中关系制造新的裂缝 目前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 观察人士认为 疫情会使美中之间 本来就很脆弱的贸易休战 受到考验 他们认为 尽管部分协议定于2月中旬生效 但是随着中国各地工厂 商店 餐馆和酒店关门 交通阻断以及航班停飞 加上政府官员专注于遏制病毒传播 北京可能把旅行贸易协议的承诺 暂时搁置一边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日前也证实了 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怀疑 即疫情会影响到贸易协议的实施 他说 贸易协议带来的出口增加 由于中国的病毒而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 这是真的 美中签署贸易协议的最后一条规定 如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双方不可控的 不可预料情况 导致一方延误 无法及时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双方应进行磋商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川普政府的一些官员私下里说 中国可能以该病毒为借口 推迟履行承诺 希望川普最终在今年的大选中出局 无论疫情的扩散 是否真的会影响到中美协议的执行 美国的舆论公事 都是为接下来的谈判和博弈做准备 采购可能延迟 其实很难真正印证 毕竟外界并不清楚采购的时间表 但是在中美阶段性协议在签署之后 已经遭遇质疑的前提下 这种说法容易加深外界对中国的质疑 给以后还可能爆发的矛盾铺垫 如今 肺炎疫情现在反让两国矛盾更加突出 可见 无论是肺炎 还是任何可能对中国经济不利的事件 今后都会被美国政客继续利用 也都存在让局势恶化的风险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日前在一篇评论文章里使用了一个标题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引发涉嫌辱华的强烈争议 也随机遭遭到了北京的怒批 这篇由美国的保守派外交学者米德撰写的评论文章 借着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疫情 唱衰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前景 但该报给这篇文章配上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标题 引发更加严重的争议 有消息说 就连华尔街日报内部的一些员工 也对于该报会使用这么一个标题感到难以置信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 华尔街日报并没有就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这个称中国是亚洲病夫的标题 仍然po在该报的官方网站和社群账号上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日点名批评作者 应对其傲慢偏见与无知感到羞愧 华春莹接着说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月底公布的报告 2019年至2020年 美国流感剂已经导致1900万人感染 至少1万人死亡 对比这次中国肺炎疫情的实际情况 请问米德先生你又作何评论呢 5日有加拿大地方报纸又在头版标题打出中国病毒一词 也遭到中国驻家领事馆严厉谴责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当天发布总领事佟小林的声明 严厉谴责审报的用词极不专业 且带有种族主义歧视 要求立即道歉 世界卫生组织WHO今天表示 要说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达高峰 还研之过早 因为全球武汉肺炎确诊病患人数 仍然以每天数千人的速度增加 中国当局在中国境内一直宣称 武汉肺炎的高峰期已过 但是世卫组织发言人瑞恩于2月6日表示 虽然目前看来武汉境外 类似于澳门 香港和台湾等地的疫情 似乎得到了控制 但是全球肺炎患者的病患数字 依然在以每天近3700例至4000例的速度增长 因此 现在就说武汉肺炎的高峰期已过 还为时尚早 瑞恩说 我们还处于这种肺炎剧烈爆发期间 这种肺炎有多种传播周期 我们在未来几天可能还会看到确诊病患增加的情况 但是就目前而言情况是稳定的 他还表示 每天以3700例至4000例增长的速度 依然非常令人担忧 瑞恩在记者会上表示 有传播循环 我们在未来几天可能会看到这种情况增加 但至少就目前来说 情况是稳定的 美国联邦参议院5日表决对总统的弹劾案 总统川普获判无罪 川普6日中午在白宫东乡举行记者会 拿出华盛顿邮报头版与支持者一同庆祝 川普重申自己无辜 并指昨天当众直接撕毁国情资文复印件的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恐怖的人 很早就想弹劾他 对于发起弹劾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 川普以邪恶腐败来形容 川普稍早才在国家祈祷早餐会与佩洛西同台 佩洛西说他为国家和总统祈祷 川普质疑他所言不实 还说 若他真的替总统祈祷可能也是反议 对于唯一赞成弹劾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 川普并未点名 但暗讽不向某些人宣称因坚守信仰才投下在第一案赞成票 实则为因是他曾很难看地输掉总统大选才会这样说 这样做 川普形容这场弹劾暗时闹举不公平 一开始对手就知道他是无辜的 却因为政治因素坚持进行 他则因为没做错任何事 却被不公平地推入地狱 他说 感谢这个国家还有相当专业的电话记录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反对者仍会质疑 也许记录有问题 美媒评论认为 虽然弹劾失利不代表由民主党主导的调查行动将终止 但终将让川普气质更胜 有利他在年底的总统大选争取连任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一今天表示 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窃取美国科技机密 联调局56个地区工作站已经对此展开了大约1000项调查行动 瑞一在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会议中说 中国构成的经济威胁各式各样 而且遍布多个层面 他说 就在我今天站立于此与你们谈话的同时 本局56个地方工作站全都针对中国企业窃取美国科技机密 进行大约1000项调查行动 而且遍及每一个产业部门 他提出了中国间谍活动的三个特点 一个是多样性和多层次 中国间谍盗窃的对象不光是美国的大企业和国防机构 硅谷的新创企业 政府机构 学术界 农业 科技等无所不包 盗窃的内容也是无所不有 只要是能够让中国获得优势的东西 都在中国间谍的视野范围之内 特点之二是 中国制定了范围极为广泛的发展目标 克里斯托夫雷说 从事间谍活动的有中国公民 也有在美国的华人 但中国间谍活动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这些活动直接由中共和中国政府操控 第三个特点是 利用美中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 尽最大力量发展自己 中国实行的是极权制度 企业与国家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 政府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控制国企 还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操控其他各种企业 国家安全法规定 所有企业和个人在必要的时候 都必须向政府提供所需要的信息 美国高层反情报官员伊凡尼娜在会中说 中国优先窃密目标在美国的飞机和电动车技术 华为对美国运营商微信提起诉讼 要求微信为其网络中使用的十几项专利支付费 这两家电信行业巨头之间酝酿已久的争端出现升级 微信随后反击说 这是华为的公关花招 公司将积极应诉 华为2月6日在官网发文宣布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和西区法院 向美国运营商Verizon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认定Verizon侵犯了华为在美国授权的12项专利 同时要求Verizon就其专利侵权行为对华为进行赔偿 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说 我们这些年与很多公司通过谈判达成专利协议 不幸的是在无法达成协议时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寻求法律补救 宋柳平说 这是行业的通行做法 华为只是要求微讯尊重华为的研发投资 要么为使用我们的专利付钱 要么停止在其产品和服务中使用它们 不过 微讯很快就此发表声明反击 华为提出的法律诉讼不过是一个公关花招 诉讼是对我们公司和整个科技生态系统发起的突然攻击 华为的真正目标不是微讯 真正的目标是任何与之对抗的国家或公司 诉讼缺乏事实依据 我们期待积极地为自己辩护 这是华为最近在美国提起的第三期备受关注的诉讼 华为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 这家中国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紧张的关系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